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看一下Budelstrap一个特殊的组件 叫做carousel,一个轮波组件 它可以滚动一些图片轮番显示内容 特别适合一些新闻图片的内容展示 好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carousel slide 它是轮波外围标记 用于设置轮波的行为 例如slide的滑动显示效果等等 第二个是carousel indicators 它是轮波下方的指示器 用于显示轮波内容当前的位置 第三个是carousel inner 它设置轮波滚动内容 页面中用于滚动的所有的内容项目 都要在这里进行设置 最后一个是carousel control 它是轮波空间的左右边条 用户可以点击边条上的按钮 进行快速的浏览轮波的内容 这里有一个左边条 还有一个右边条可以设置 有关轮波更详细的信息 请大家参与官方文档 然后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好的,现在马上进入今天的开发 我提前已经准备好了今天的例子 咱们先运行看一下实际的显示效果 大家请看,这个就是轮波组件 当我没有在页面上做任何操作的时候 轮波组件它自己进行内容的滚动显示 我在这里设置的是 每三秒钟进行一次内容的滚动 确实也是按照这样进行显示的 轮波组件的两边各有一个边条 下方有一个标题,有一个说明 还有一个用于显示当前第几页的指示器 当我们点击边条的时候 可以手动切换要显示的内容 当然当我们点击指示器的时候 也可以马上切换到我们想看的内容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代码的实现 轮波组件首先定义一个DIV 来表示这是一个轮波组件要定义的区域 然后我们给它设一个ID 这个ID在下面会用到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说明 然后class是一个concel 然后是一个slide slide是每个帧进行滑动显示 当然我们如果把它去掉 咱们看一下效果 我现在把这地方删除掉 然后咱们看一下每帧的切换 大家请注意看 三秒钟 非常生硬的切换到下一帧去 这个效果就给人感觉非常的硬 如果我们把这个slide恢复过来 咱们再看 是滑动显示效果 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了 好的,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指示器的部分 指示器是由OL和LI组成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因为咱们这次轮波组件有三帧 所以我在这写了三个LI 每个LI有一个dataTarget 这个dataTarget设的内容 就是刚才咱们指示器的ID 同时还有dataSlide2 就是说我按下这个指示器的时候 它应该跳到第几帧 同时当前活动帧应该用这个active表示出来 好的,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轮波内容的部分 轮波内容部分首先要定一个大的DIV 它的class是carouselinner 来表示这是一个轮波内容的描述 它的角色是listbox 轮波内容的每一帧 咱们用一个DIV class是item属性来表示 然后当前活动帧 咱们在这个地方写上一个active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 是我为这个帧定义了一个背景图片 宽度是100% 接下来咱们定义帧的内容 帧内容就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标题 一个是内容 大家请看 Title3稍微大点文字这个地方就是标题 小点文字的地方就是内容 咱们再切换到别的帧去看 也都是一样 我做了同样的设置 好的 咱们看一下代码的实现 大家请注意 Title2和Title3的地方 和我刚刚Title1的地方的写法 没有任何的区别 是完全的一样 好的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两边条的设置 我把代码滚到下面去 大家请看 我在这儿定义了两个linkA 就是这个地方 一个是左 一个是右 然后这两个linkA 分别class是left和right 然后这两个link的属性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carousel control 这个来标识 我这是两个两边条 一个左边条 一个右边条 同时它的HIF往哪去链接呢 往刚刚咱们的轮波组件的ID去链接 就是这个地方 咱们这写上它的ID 然后呢 它的角色是按钮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滚动的特性 slide一个是往前滚动 一个是往后滚动 然后咱们注意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图标 来标识着 我是一个左按钮 还是一个右按钮 这个呢 是前几期咱们讲图标中的使用方法 在这儿呢 就不再追溯了 好的 最后咱们再看一下 轮波组件的初期化的设置 这里的设置呢 其实和前几期介绍的提示条 和弹出框的设置方法是一样的 不过这里多了一个intero参数 这个参数呢 来告诉轮波组件 每滚动一帧 所需要的时间间隔 好的 效果就是这样 我刚才从三秒呢 已经变成了一秒钟 OK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请大家参照 好的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